我的個性是幾乎如此 人家說到監獄服務的半年而已 我的外號叫做魔鬼組長 上人所講的 用鼓掌的雙手來做環保 從環保站成立到現在 我跟我師姐每天都在環保站做環保 多的時候一天 一天的量有時候到二三十代 右眼全心中風 卻不影響潘政法投入慈濟各項職業 從職業軍人到監獄介護組長 個性剛強待人處事一板一眼 後來轉變了 我是一個個性非常強悍的人 但是受政以後我就慢慢改變 我要利用這個機會把上人的華 把慈濟的精神帶到監獄 在潛移默化當中 他們的一些習性就慢慢改變了 樓上有武統 他樓上有八童中 二十八年來他寵不懈怠 日常生活不忘 客氣賦禮 百分之七十五的水 不是漁水 就是廚房用的水 要不然就是洗澡 剩的水都流下來 沖廁所 還有澆花 澆草 澆這個菜 拖地 九二一地震深入災區震災 當時攀正法 受到震撼 擺在蘭桃冰衣館外面那條大馬路 棺木是三層 這樣一層 兩層 三層 跟它算至少有一百多劑 我心裡想說人生真的無常 所以我們要及時的付出 每一個人都是有姻緣 姻緣巴昂 發心 這就是菩薩道要勉勉不斷 不斷占韻 最重要的 發明眾問 相信在高雄地区 每一個菩薩都可以了解 舒服在做什麼 在此之間的好胸 好痛 好愛 打從1992年華東水災 為慈禁木扇以來 攀正法秉持出發心 生生世世要跟食上人 做貼心弟子 我要坐到兩眼臂 坐到呼吸挺為止 大愛新聞高雄 綜合報導